各位大家好 首先我要感謝魏老師跟林老師 因為他們無私的奉獻 讓我們受益很多 好緊張 我今天要分享的是我自己的見證 就是剛剛主任有說的就是我的甲狀腺結結 那我大概是在四年多前 就是有一天晚上我照了鏡子的時候 發現我右邊的脖子這邊是有一點腫起來的 那當時發現的時候也是會擔心 後來隔天早上就立刻去診所先去看醫生 那醫生初步就是判斷是結結 那他隔天就幫我安排了那個超音波的檢查 然後這樣子 那就是檢查出來是一點多公分的結結 那醫生是跟我說就是有百分之九十幾 都是良性的 那但是他還是幫我安排了就是大醫院的檢查 就是更進一步的就是細針穿刺的檢查 那就是我去醫院的時候才知道 那個檢查對我來說是一個令人害怕的檢查 對對我來講 那但是對我還是去 我還是就是硬著頭皮做了這個檢查 那這個檢查室就是醫生呢會用那個超音波定位之後呢 就是用很長的細的針去穿刺你那個結結的部分 那因為那天我非常的害怕 那就是當醫生要就是刺下去的時候呢 我吞了一下口水 那醫生就說那再重來一次 那時候我就飆累 對就是覺得說哇就是因為當一個針就是要往你那邊刺的時候 你心裡會有恐懼 對那我就是做完檢查之後呢 那就是在回醫院看報告的時候 就是醫生說是良性的 但是醫生說就是因為 這個檢查呢只有百分之八九十的那個準確率 那所以他說要定期的做那個穿刺的檢查 就是每半年檢查一次這樣子 但是我就不敢去面對這個檢查 我就再也沒有回去醫院檢查 那就是我只有定期的在那個 那個診所做超音波的檢查 那我醫生說就是定期的追蹤 那就是但是我就沒有理他了 那就是在過了一年多快兩年的時候發現 就是他已經長到四點多公分了 那就是就是每一個人看到我都說那個 就是你那邊怎麼了 那就是有沒有去看醫生啊 那有沒有要就是要去檢查或者是開刀之類的 那我心裡面其實也會擔心 因為我也會上網看啊 就是這些節節萬一沒有消的話會怎麼樣 那就是有可能會不會變惡性了等等之類的 那我又再度回去醫院就是問醫生說 就是假如就是要處理的話要怎麼處理 那醫生說是就是把一邊的甲狀線割掉 那之後就要就是要每天服藥了 那但是我覺得我不想要開刀 因為對就是開刀完之後 然後你就是要長期的這樣吃藥 那但是我就想說有沒有其他別的方法 可以去改善我的那個節節的那個病 那後來我跟我這個情況跟我一個就是表嫂講 因為他的身體一直都不好 那他也有接觸一些那個自然療法 那我他就他先介紹我那個原始點 那原始點我就是調整了幾個月吧 那但是那個節節好像對就是沒有什麼太大的 就是有縮小的情況 那後來他也陸續介紹了我一些療法 像那個排寒療法就是穿很多雙襪子的那個療法 那我穿 穿了差不多半年以上 我的指甲 就是大拇指都變黑了 那他們的理論是就是說那個是排寒線上 對就排毒這樣子 那 就是 就是那個指甲也很困擾我 那也發現好像沒有什麼改善 也就沒有再做了 後來他又 介紹了我那個 侯氏超慢跑 對這個 那因為我的姿勢不好啊 什麼 跑的姿勢不正確 所以跑到兩三個月的時候 我的 就 就 那個腳就有足底肌膜炎了 那我又沒有繼續做下去了 那 一直 但是這些療法沒有讓我的節節 就是再繼續變大這樣子 那 那 那 後來 在今年的五月的時候 五月中的時候 我那個 比較少呢 他接觸了長生學 那 他 他跟我說 他 因為他長期以來是那個鼻子 好像是 鼻鬥眼吧 就是鼻子過敏 過敏非常的厲害 那 他會影響到每天的睡眠 他都要吃安眠藥才可以 才可以入睡 那吃了安眠藥也沒有辦法移覺到天亮 對 那 他說他那一天去 被一個師姐調整的時候呢 他說他回去的時候 雖然有吃安眠藥 他卻能夠移覺到天亮 我就覺得說 哇 這個療法也太神奇了 就做了那麼一次 他就有效果出來 那我就 很好奇的 就上網去 Google查一下 那些 就是長生學的一些理論 那還有一些見證 那我呢 就很 對這個療法很有興趣 也想要嘗試 那我就 但是我因為晚上 對 就是大部分的時間都要上班 那 那 因為調整在 調整 那個調整開放時間都是晚上 那 我就 打個電話 就是 網路上 就是去查那些 就是白天 在醫院 當事工的 師兄 師姐們 那我就找了那個高一的 明慧師姐 那 我就 跟他說 我的困難處 那 我就跟他說 他 可不可以就是 在 就是他幫 病人調整的 之後 可不可以 幫我做一下調整 那 他覺得在醫院還有 就在醫院 比較不方便 那 他很熱心的就是 幫我約了 他就跟我約了 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星期的禮拜天 幫我做調整 對 那 他大約幫我調整了一個多小時 我覺得我回去的時候 我覺得 真的很 就是 全身都很 很放鬆 很 很那個 還就是睡覺也蠻好睡的 那我就覺得 他 明慧師姐鼓勵我說 就是 一定要去上初中級 因為呢 這樣子我 隨時都可以為自己做調整 也可以幫助別人 那我就 晚上 我就決定就是 報名七月份的 那個初中級班 那 我 那個 在這之前 就是 還沒有去 上初中級班之前呢 我 去那個 星星調整站 就是晚上有一兩天是有空可以去調的 那我就去那邊調 那 很感謝 心情調整站的那個師兄師姐們 他們 他們真的很 很 很熱心 每一次都是調整 半個小時以上 那 就是 我雖然 花了一個多月 每個禮拜 只有一兩次 但是 我的 那個 結結 那個結結 本來是很腫的 每個人看到我都 可以發現得到 那 之後呢 我只調 一個多月時間 那個已經扁下去了 那也縮小了 那 七月份 我去 我去上 我去上初中級班的時候 我第一天回去的隔天 我上網的隔天 我就自己做調整 我 沒有間斷 就是每天調整 大概調整了 三個禮拜多 姐姐已經幾乎快目不到了 那我就 非常的 覺得這個療法 很容易學 又很 很方便 隨時 隨地都可以調整 我很 就很開心的 跟我一個朋友說 那 我 我有 我那個朋友說 其實他三十年前就學過長生學 但是 他 幾乎沒有用過 也沒有 對 就是我覺得好可惜 那但是 他看了我的見證呢 他 他告訴他的媽媽 因為他媽媽也有甲狀腺的問題 那 他媽媽 他們其實在全家 在三十年前就去 全家就去學過了 但是他們全家 就是沒有很認真在做 只有 比較認真的只有媽媽 可是媽媽也沒有每天做 那他 在這三 就是 學完長生學的這三十年間 他 他 得過兩次結結 那但是他都不是用長生學的方式 來那個 改善的 他第一次去是開刀 那第二次復發的時候是去吃中藥 是一年多才好 那我就跟他講的時候 他跟他媽媽說的時候 他媽媽現在很蠻認真做的 所以 就是 我覺得 自己做 自己真的有 有好的見證 我真的覺得 真的要跟別人分享 因為 你的見證真的會影響 或幫助很多人 對 那我鼓勵 就是 在座的 你們學了長生學之後 真的要持續有耐心的做 我相信一定會看到很好的效果 對 那我的今天分享就到這 謝謝 好 謝謝 我知道你還有很多的經驗要分享 那我跟你說 留著你一年 要來跟大家分享 好 那